海贼王,大和高人气有人吐槽是带笑女坑爹,有人说是大意灭亲。 大和自出场以来人气就居高不下,尤其是之前才过去没多久的全世界范围的人气角色投票,大和竟然直接干到了第11名,那么为何大和这个角色这么充满争议呢? 先来看看喜欢大和的观点。外形好,实力强,性格好,这些都不谈了。 这是漫画,不是现实,啊,里面的角色放到现实,基本没有正常人。 海贼王里的角色只是体现作者里面的代表,而不是真实的人。 凯多残暴,滥杀无辜,大和善良,纯洁,是格格不入两种人格。 放到现实对比,爹是黑社会老大,杀人无数。 女儿浪漫无瑕,只想去环游世界,感受世界的美好。 结果,当低的把女儿监禁,不让女儿出去,还独打虐待女儿,摧毁女儿的梦想,还要用炸弹炸死女儿。 有人说,大和这么强,肯定炸不死。 大和现在很强,可当时还是小孩子而已,小女孩不会被炸弹炸死吗? 黑社会老大,还逼迫自己的女儿跟自己一起滥杀无辜,要让女儿当自己社团的头目,这不就是想让女儿以后一起陪自己吃牢饭吗? 现实里有这样坑自己女儿的。 女儿想去环游世界,当低的不让,还要监禁,虐待,威胁炸死女儿。 还要女儿跟自己一起杀人放火,到时候一起被枪毙。 女儿不反抗那才是有问题。 最后,大和从来没说杀死凯多,黑子故意转换用词。 打倒和杀死是完全两回事,陆飞在顶上打倒塔普,而不是杀死塔普。 大和的故事还有很多没揭露的。 全世界的读者都爱大和,少数人黑大和,可能因为大和的出现彻底粉碎了兔子上床的幻想吧。 但是讨厌大和的人觉得这就是偷换概念,谁都知道这是漫画,不是现实,但是看漫画的人是现实的,只会用现实的眼光和思维去看。 凯多明显是那种信仰实力勾于一切的人,凯多烈心是称霸世界。 培养自己女儿称霸世界不好吗?什么叫黑社会?凯多要是称霸世界了,就不是黑社会了。 现在鬼岛假设是黑社会的根据地,但是一旦让和之国变成自己的领地, 不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有了自己真正的一国之珠了吗?百年后,几代人的演变。 凯多后人不就会敬仰凯多了吗?世界本来都是你争我夺夺来的地。 凯多教育孩子跟山智父亲教育孩子方法一样,看不起弱者,看不起扶不起的孩子。 大和要是听凯多话,凯多也不会那样对待大和,凯多对部下都不错。 是大和不成气罢了,凯多有成就,有霸业。 只是吃喝玩乐冒险,然后世界还是别人的?这就很曹丕,曹直,一样。 就跟刘阿斗一样,好好的当未来和之国的公主,和之国的女王,不好。 当然我觉得海米们讨厌大和的主要原因还是大和对陶之珠太好了,不知道有没有说中呢? 各位海米怎么看待大和呢?欢迎留言讨论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希望你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立刻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再见。